今天要講的是借力庫怎麼樣在網路上收集有效的名單 那很多人都以為借力庫它只是一個交換名片 然後把名片資料輸入到這個雲端系統的工具 那當然你交換名片的時候 它有這個很棒的功能就是去結合名片群人王 然後把名片上面的中文字和英文字 直接把它轉換成電子檔 然後放到這個借力庫的雲端系統裡面去 那借力庫它本身就會自動發送信件或者是發送簡訊 而且是發送系列性的信件或簡訊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你以為借力庫只有這個功能而已嗎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網路行銷比較會用到的 一般交換名片的人大部分都是走實體聚會 那當然流奶boss實體聚會跟網路行銷兩邊同時都做的人 那在網路行銷方面實體聚會的人他不懂網路行銷 網路行銷的人他不太會去跟人家交換名片 那兩個都做的話呢一方面平衡我的宅難生活 一方面呢我可以雲端跟地面同時進行 這是我希望做到的 那在雲端部分呢我們現在來講的就是你怎麼在最快速的方法裡面去製作一個收集名單頁 像這個我們現在雲端的方式就是不交換名片的方式 然後在網路上呈現表單的方式 那我現在直接秀出來在這個群組管理裡面呢 我們先去建立一個群組 那這個群組呢我們把它當成那個網路上來的陌生訪客 這個是網路訪客 然後寄件人呢一樣填寫你自己的email 好這個是填寫你的名字比如說牛奶爸 這樣別人看到的就會是這個名字寄件人 然後信箱呢就填寫你自己的email信箱 好那這個簽名呢最好你去輸入一下你的照片 那這個之前Jerry庫的軟體裡面就已經交過了 我們這一段就不講了然後直接來下一步 好了這個時候呢其實在網路上啊 在網路上我會建議各位在網路上目前以美國來講的話 在網路上收集名單最有效的成果是什麼 就是其他東西都不要選 其他東西就不要選你只要留姓名跟email就好了 其實他這個姓名不能夠去選 其實在國外啊連姓名都不要 只是留一個email信箱就一個欄位而已 會更能夠增加對方填寫的機率 那Jerry庫目前必須要留下姓名跟電子郵件 但是最大好處是說他發進去的信件呢 收到機率會更大 因為我們是可以做成客製化的信件的 就是某某先生某某小姐 他名字會自動帶對方的名字 所以你在竹子上面會直接email的竹子 會直接秀出對方的名字 那對方就不會比較不會覺得這是廣告信號 因為是針對他寄的 所以這是有好處的 好那第二個重點來了 就是使用是否使用模板的地方 我們在網路上做一個表單 你就做一個比較漂亮的表單 那假設你自己會弄圖片的話 你自己就去就去弄圖片 然後你就選擇一個比較單純的 譬如說像這一個好了 那如果你希望用他原本預設的圖片就好 我知道大家都很懶 那你就用這個預設的後面的這個背景就好 或者是你去挑別的背景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我希望像這樣子的背景比較好 或者是這樣子的背景比較好 或者是這樣子的背景比較好 那不要去挑像這樣子的這樣子的背景 不要去挑這樣子的背景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背景他後面有花花綠綠的 然後你的主子跟你的內容呢就不夠明顯 那我剛剛講為什麼要挑類似像這種的 因為他把你框起來有沒有 這個藍色框他把你框起來了 所以你輸入的文字並不會因為這個底圖啊 造成讓他看不清楚 再給各位看一下像這種也是這個不錯 就是他的底圖並不會去干擾到你的文字 也就是說文字他底下還有一個黑色的底色 像這樣子我就不建議 因為這樣子文字跟底圖黏在一起 文字會看不清楚會失焦 所以會建議你們就是像這樣子也不錯 哇這個直接全黑的也不錯 那當然這個中間是可以放圖的 等一下跟你們講一下 好那我們先挑一個好了 就先挑這個好了 下一步 接下來我要自己寫信 選這個我要自己寫信就好了 然後按確定送出 那這個群組就建立完畢了 所謂群組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這個群組裡面的人都屬於同一個類型 同一個族群的人 就是你去打廣告的時候 然後這一群 假設你是在賣賣那個 減 減重食品好了 那這個系列的信件呢 收集到的名單全部都是針對減重有興趣的人 針對減重有興趣的族群 以後你針對這個族群去發電子郵件的時候就會很精準 等於說一個類別你就設一個群組就對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開始做這個 點我前往系列任務管理 點我前往系列任務管理 系列任務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送給他的第一封信件 你新增任務送給他的第一封信件 第一封 今天要講的主要是網路表單的部分嘛 所以發送郵件不發送簡訊 然後第一封信呢 第一封信你不需要管這個 因為第一封一定是一定是零 就是他一註冊就會馬上發給對方 馬上發給對方 你看他有寫第一封信不管輸入什麼數字 都是名單加入後立即發送 OK好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歡迎您加入流暢電子報 你自己去寫 假設你是假設你是減重好了 我們剛剛舉例的是減重 電子書 舉例啦 假設你有辦法編輯一本這樣子的電子書 讓對方產生好奇 那對方就願意去填寫你的表單 當成你的會員 訂閱你的電子報 對不對 然後內文內文自己去寫好 我現在是舉例好 這樣算是第一封 然後按確定送出 好這樣算第一封電子報了嗎 然後再來新增任務 第二封電子報 第二封電子報 第二封 跟前一封電子報 兩天就好了 兩天 建議就是第二封信跟第一封信隔兩天 有件標題 有件標題 已經開始大吃大喝了嗎 然後按確定送出 那你可以寫三封或四封 這個如果你已經看過一桌賺金三百萬這本 Jeff Walker寫的書的話 你就會了解每封信件隔兩天兩天三天 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內把這個 Funo這個銷售漏洞 把它跑完一次 那這個成交率就會很高 當然你要配合你的文案寫的好不好 OK 那主要是主要是告訴你說 他一旦填寫表單之後 你就應該寄出第一封信 然後隔兩天之後應該寄出第二封信 然後隔兩天之後應該寄出第三封信 那信件的那個任務分派就是在這個任務的地方 系列任務管理 這是任務的地方 這邊系列任務管理 如果你第二次進來的話 你就在這邊寫 然後網路訪客嘛 就剛剛我們是這個群組 然後按搜尋 好就會跑到這個群組裡面 看見你之前寫過的所有系列信件 好了那這樣編輯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去打廣告了 在懶人包裡面有教 怎麼去臉書打廣告對不對 那你去打廣告要怎麼打 就是我們再回到那個群組的地方 然後再發信群組管理的地方 然後你去看到剛剛的這個網路訪客的這個群組 右邊有一個管理名單有沒有 有一個註冊頁面有沒有 管理名單是看說目前有多少人已經up in 就是已經填寫已經訂閱了電子報 那已經變成那個名單了 然後這個頁面 註冊頁面點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去看你剛剛我們的這個欄位裡面嘛 那這邊有一個註冊頁設定 好你看是不是又出現剛剛的我們選了這個範本 然後註冊頁的標題 流奶爸網路行銷這個是可以改的 然後是否通知管理者我一向選是 就是有人填了表單我就會收到通知 註冊是否要認證我覺得不要了 因為因為他如果還在認證的話 有可能會降低他那個名單量 因為他可能不會去收那個註冊性 而且目前這個時代也比較沒有需要 我是建議你就不要認證了 不要認證了 他如果沒收到就請他再來填一次Email就對了 不要再認證了 然後設定註冊頁的網址 系統提供的註冊頁或者是制定註冊頁的網址 我們依照這個預設就可以了 系統提供的註冊頁就可以了 是否使用模板 是啊就是我們要用他的模板 假設沒有模板的話很醜很醜 然後次標題 我們就保留這個 等一下讓你們知道一下這個字到底在哪邊 然後這個編輯內文 我把這個字摳起來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編輯內文到底是在哪個地方出現 編輯內文OK 然後註冊表單的頁尾 我會把這個文字摳起來讓你知道 註冊表單頁尾等一下會出現在表單的哪裡 然後這個編輯註冊表單 這個就不要理他 好 然後表單送出後的訊息是什麼 或者是表單送出後導向哪頁 我會建議你在 在那個 我們在懶人包裡面有交web.ly 你到web.ly裡面去做一頁那個 做一頁感謝頁面 譬如說我在web.ly裡面其實我有做一頁感謝加入我的好友 好 這一頁很長對不對 把它複製起來 懶人包裡面有交web.ly嘛 你還沒看的人趕快去看一下 其實web.ly真的很簡單 就做一頁 然後你就把這個 等於說他填了表單之後會跳過去的第一頁是什麼 跳過去的第一頁是什麼 通常呢就是你要給他的贈品就放在這一頁 一個影片 一個教學影片就放在這一頁 然後第二封信件在給他的時候 就是要跳到另外一頁去 另外一頁就是可能就是放第二段影片 像我之前就有這樣設計 看一下 我之前就有設計SEO的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那他們如果他們不知道這個網站 而且我其實我可以把這個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這個選單把它隱藏起來 他們就不知道了 我只會在第二封信跟第三封信裡面去插入這一個 這一個影片的網頁的網址插入在信件裡面 讓他們點擊然後連過來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這個隱藏 這個選單隱藏起來 網址還會在 網頁也會在 但是選單隱藏起來 就是這個技巧而已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完成了 剛剛指定網址嗎 我把它貼上去 就是他只要一填完表單 他就馬上跳了這個網址 然後按儲存設定一下 好 這時候這一串網址可以review一下 看一下 就長這樣子 就長這樣 你看 這邊是 次標題會放在這邊 這是主標題 這個是次標題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編輯內文有沒有 那因為他底色是黑的 所以編輯內文那個地方呢 我們應該要把它 把它設定成白色的文字比較好 OK 我們把它關掉 看一下 剛才的註冊頁設定這邊 註冊頁設定這邊 這邊有編輯內文有沒有 我們先把它改成白色的好了 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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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好了這樣比較看的到黃色 好 然後 這是次標題嗎 這個是主標題嗎 主標題 註冊頁的主標題 這樣就好了 按儲存設定 好 這串網址 複製起來 這串網址就是到時候打廣告的時候呢 我們會去用的網址 就是名單收集頁 好 把它貼上來 Enter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主標題 然後這郵件的內文 然後這次標題 然後再看一下 剛剛這個名單收集了 再重新整理一下 好 這邊出來了 如何稱呼您 好 因為這是借利庫裡面要求的 所以好 所以好 留XX好 輸入你一定會收的email 好提交 這時候呢 你看它會自動跳到這個第一頁 就是我剛設定的那個 填寫完畢之後就會跳過來的這個網頁 有沒有 好 這樣就完成了 今天主要講的 這一集主要講的就是 名單收集頁填完之後呢 就自動跳到你要給它的第一個頁面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教學囉 你只要有做 你就會有進步 所以趕快去做 趕快去做 這個革命 可以做到 筲條 做到 可戴 一些 工人 做到 工作